他给我们光明 给我们希望 给我们前途 给我们生命 让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暖融融的 哎呀 那我可能有份 因为无条件的救度 如果有条件的话 或许我们不能达到 至少有一部分人 甚至一大部分人达不到 那么无条件跟救度这两个字呢 可以讲是很匹配的 我们救度 救人的时候 要讲条件吗 讲不讲条件 如果你讲条件 那你就是犯罪分子 是不是 你叫做绝灭人性 我们山西啊 煤矿很发达 但是呢 前几年经常出矿难事件 请问出了矿难事件的时候 国家领导人也好 省的领导也好 他来救人 他会提条件吗 他说什么 不惜一切代价 会不会这样讲 这就是 这个本身呢 就是无条件 不惜切代价 他不会说 看你是劳模 你在挖矿 挖了几十年 劳模把你救上来 另外一个 平常就是 不好上班的 闷死算了 不是 因为现在 他这个救人 是人命相关 他是 这个人性的自然流露 不会来挑剔你说 你平常听话不听话 守不守纪律 你是不是优秀共产党员 是不是劳模 甚至说 哎呀 这个发生像 这个五岩二大地震了 即使是监狱里边的人 来下去了 也要把他救出来 所以通过那个 叫生命探测仪 下面哪是一条狗 也要把救出来 是一个老太婆 八二几岁了 说这个老太太 精神也不好 救起来 还要到医院里 花很多钱 偷偷地看 算了 给国家省一点钱吧 这个不可以啊 这要灭绝人性啊 那不可以的 不管只要有生命迹象 一定要把救上来 救度就是无条件 那如果这个时候 派出搜救队来了 你在里面做生意 做买卖 说某某人 现在探测到你了 我救你哈 你家挺有钱的 平常问你要都不要 现在你得给我点什么 好答应多少 这就不对了 不可能这样 这叫处罚你 那么阿弥陀佛呢 到苏博世界来救度众生 我们就是埋在苏博世界 这个重灾区 矿难下面的 这个矿难不是别人弄的 就是我们无始即来的业力 那个钻头瓦块 全部给我们埋下去了 现在阿弥陀佛六字名号 大铲车 哗哗哗哗的 我阿弥 不会没有条件 无条件的救度呢 不光是我们观经 下品下生的深意 也是我们整部观经的深意 也是我们整个净土三部经 乃至整个净土宗的深意 整个净土宗就体现了 阿弥陀佛无条件的救度 这个大家记在心中 弥陀的救度有三句话 七个字 主动 平等 无条件 甚至呢 也是我们一代佛法的深意 整个一代佛教 就体现了佛陀 无条件救度的精神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整个佛教 法华经 法华经称为初世本怀 道三乘归入一佛乘 法华经里面就这么说的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甚可不畏 今此三界 皆是我有 其中众生 其是无子 而今此处 多有患难 唯我一人 能为救护 我每当读到法华经 这个地方 我就特别感动 释迦摩林佛说 他来到这个 娑婆世界 来到三界当中 这三界里面 所有的众生 这三界都是 释迦摩林佛 所教化的 他所掌管 他说 今此三界 皆我所有 其中众生 其是无子 这里面所有的众生 都是我 罗霍罗一样 都是我的 儿子 而今此处 多有患难 大火都充满了 都烧起来了 像我们一个楼房 都烧起来了 唯我一人 能为救护 没有别人 除了我之外 没人能救得了 所以 释迦摩林佛 来到三界 就像消防员一样 你像这个楼房 一样烧着了 来救人 你还会提条件吗 你没有条件 哪有条件 这个房子着火了 尽量把这火给熄灭 把人救出来 所以整个法华经 显示的宗旨 就释迦摩林佛 来救度 那救度的方法 当然有两种 一个圣道门 一个净土门 圣道门是告诉你 自己怎么救度自己 净土门 就是直接佛 就把你救出来 所以这样 要有这样的理解 当然 这个题目 我们出书的时候 也有人说 你怎么能出这本书 怎么叫做 无条件的救度 就是说 可能有些 也有些 觉得这个题目 太冲击了 需要把它 消为的遮掩一点 因为怕有的人 听到无条件的救度 会不会 会不会 既然没有条件救度了 那我们还要不要 行善吉德 我们还要不要 做什么好事 怕人家 住于邪见当中 所以这样 就不敢讲 无条件的救度 我想这种担心 是不必要 为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讲话 我们的目的 不是在鼓励 鼓励一个人 唯非作歹 我们的目的是 彰显迷途的慈悲 所以呢 要顺这个正确的方向来理解 就好像说 我们建一栋楼 或者建一座桥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建一座桥 是给别人干什么的 通车用的是吧 那据我听说 南京长江大桥 每年都有人跳 从桥上跳下去 但是我们建桥的目的 不是给他跳江自杀的 说哎呀 你不能建桥 你万一建了桥 万一有人跳下河怎么办 那是他的问题呀 那不是我的本心本怀呀 所以我们因为他可能会跳江 那我们干脆所有桥别建了 也不可能说因为有人跳楼 那我们干脆楼别建了 这个就不是我们的目的 第一 第二呢 这个比率非常小 会不会有 我们也不能说 绝对一个人没有 即使有 他的比例非常的小 也可能亿万人当中 有一个两个 那么因为这一个两个人 我们就把那么绝大多数人 可能会得利益的法门 说的很模棱两可 含含糊糊 那我们和算不和算 这个不和算呢 所以呢 考虑 因为重要的这个语言的表达 往往就说有利有弊 例如叫含含糊糊糊 那也或许有人会 错误的见解 那可能就有弊端 但是呢 还是考虑大面 就是利多必少的情况下 为了绝大多数人 正常思维的人 正确理解的人 他得到利益 那我们还是要这样说 第三呢 第三点就是说不定 就有没有人这样去想 是我们猜的 不确定 但是有一点的确定 如果我们把无条件的救度 彰显得非常明显 那么绝对有很多人 绝处逢生 肯定能得到法的利益 所以这个在肯定和不定之间 我们当然选择肯定 这是第三 第四呢 那么如果他抱这样的邪见 其实你怎么挡都挡不住 这是他个人的问题 所以蛇饮水成毒 牛饮水成乳 这个你难以遮止他的邪见 为什么呢 这是他个人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人 他有自杀的倾向 你说你不建桥 他会跳楼 你说你不建楼 你说你不建楼 楼也别建了 他会撞地 你还能把大地高没有了吗 对的 他会拿绳子 你还说绳子也不要了吗 就是说他有这个自杀倾向 他的问题 你怎么挡都挡不住 但如果有这样的人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遮止他 这个你是邪见 就对他做个别的交代 你不可这样抱持邪见 阿弥陀佛虽然无条件救度 但是我们仍然呢 要行人伦规范 我们仍然呢 要 被佛的慈悲所感动之后 你内心自然会有报恩 报恩行出来 所以呢 我对这个题目 稍微的做这样的说明 再一个呢 这是佛的正说 这一点呢 有人说 怎么会讲无条件救度 对呀 佛这样说的 佛这样说了吗 我们现在的语化 语言叫无条件的救度 在佛的规范语言当中 叫做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对吧 这两句话大家听说过吧 无缘就是无条件 缘 就是我跟你有没有缘呢 有缘分 有这个缘 我来救你 那么无缘大词 就是无条件的 为什么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什么同体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但我们凡夫做不到 那么佛是做到的 佛为什么这样 他已经策证了众生本具的佛性 在这佛性当中 并没有你和我的区别 众生的苦难 就是佛的苦难 所以众生欢喜 佛则欢喜 众生苦恼 佛则苦恼 众生如果多了地狱 那佛心中是不舍的 所以要同体大悲 在佛性上是一体不格的 没有 亲疏 冤亲的 区别 就冤亲平等 同体大悲 那么同体大悲 自己就自己 那还有条件 没有条件 所以这个无缘 所以关键的说 佛心者大慈悲适 以无缘慈 赦助众生 那我们应该 正在正面的理解 我们正确的表达 也希望听法的人 正确的理解 不要错误的理解 这样的话呢 就彼此啊 就没有障碍 再一个呢 就是佛 我们要明信佛制 既然佛说这样的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你要佛说 冤亲平等 你怎么可以说 冤亲平等 对啊 就是破坏佛法的 武力办法的 佛对他的悲心 是一样的 你就是信仰佛法 作为佛的虔诚弟子 那佛的悲心 也是一样 就是佛 他的心中 是平等心的 这样在我们众生 是很难理解 我们很难理解 但是这个佛的智慧 我们听到 明信诸佛 无上智慧 佛既然这样说 一定有他 深刻的慈悲 深刻的智慧存在 所以不以我们 烦情来考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